每到暑假呀 如何照顾这出笼的神兽 也成为了家长们最头疼的事 那今年共青团济南市围启动了 济南市青少年工社区服务站试点工作 把工艺托管开到了社区里 目前课程准备的怎么样了 报名的人多不多 一起去看看 那我们今天这些语言课堂我们要学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下口不操 那口腔我们要锻炼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唇指舌 首先是双唇练习 跟老师一起做 吃过午饭 济南市青少年工语言表演老师房树斌来到教室 开始打磨为社区服务站项目准备的语言表达课程 课程内容大概一般我们的语言课堂会有发声练习 还有游戏互动 还有就是有稿件的练习 今年暑假 共青团济南市委启动了济南市青少年工社区服务站试点工作 房树斌等40位青少年工老师将走进社区开展免费公益托管 服务站开设以后呢 我们将开展课后的作业辅导 艺术培训 兴趣阅读 体育锻炼 公益活动等一些服务的内容 为我们的青年家长切实解决假期孩子无人看管这一社会的痛点问题 那边少年工老师在调整授课内容 这边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在为不久后的开课做准备 大扫会议室摆放桌椅 在解放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许贝贝正在准备着托管服务需要的物资 再过几天 这里就将迎来一批小客人 你看这个教室呢 空间比较大 然后呢 这个也设置了这个客桌椅 桌椅 同时这里呢 也有这个大屏幕极多媒体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它也是一个多功能教室 然后呢 我们也在这设置了相应的这个地毯 还有靶杆 镜子 孩子们呢 也可以在这进行一些舞蹈 律动 包括一些跆拳道 简单的体能锻炼 图书角 围棋式 竖画间 简单规制之后 这些空间都将派上用场 作为试点社区 今年暑假期间 解放桥社区分配有15个学生的名额 你好你好 我是咱那个解放桥社区的 然后那个跟您说一下 咱是7月11号正式开始上课 这个招募令一发出去之后 然后就有很多家长来打电话咨询 然后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就是问卷星的形式 然后从网络上开始报名 然后接着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全部招满15个学生了 居民政大也听到要开设服务站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给自家孙子报了名 这不 报上名了还不放心 今天他还专程赶来 再三确认下开课时间 郑大爷的子女平常工作很忙 老两口也就承担起了照料孙子的任务 这回 济南市青少年宫社区服务站开进了家门的社区 郑大爷别提多开心了 据介绍 今年共青团济南市委将在济南全市近80处社区开展济南市青少年宫社区服务站试点工作 志愿服务站服务团队也将由社区团组织负责人 托管专业志愿者 青少年工专业教师等共同组成 那今年呢 我们第一批的试点呢 那大概提供的全市是1500个学位 已经有85%以上趋于宝盒 下一步呢 我们将会协调和联系更多的社区 尽可能的为我们的市民和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学位保障